大家目光此刻聚焦的正是 今天神舟15号将会降落的地方 也就是东风着陆场的一个航拍的画面 今天大家都关注的是 搭载着三名航天员的神舟15号载人飞船 在完成了超过半年的太空出差之旅之后 目前正在返回地球 大家看到目前地面的状态良好 在昨天晚上的9点29分 神15载人飞船顺利的 和空间站组合体分离 那目前我们刚刚得到尊敬消息 是在今天早晨的5点53分 进行了第一次落点的预报 在北京直播室呢 我们还有本台的专项航天记者霍维伟 他将会和评论员白孟臣进一步来解说 神舟15号飞船 在执行这次返航任务过程当中的技术细节 现在返回舱里的画面 我们已经看到了 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 给我们做一个现场解说 微微 好的 感谢王峰 我们现在来到北京的直播间当中 在现场画面当中 双视窗可以看到 返回舱内三名航天员指令长 以及邓清明和张璐三名航天员的状态 目前还是比较轻松的 另外一个视窗是通过在着陆场的空中搜救飞队的直升机 吊舱所拍摄的画面 这也就是在东风着陆场 刚刚王峰也已经谈到今天早上的稍早之前的5点53分已经发出了第一次的落点预报 落点预报是在东京100度04飞58秒 北纬41度37飞54秒和神舟12号返回的落点是非常相近的 在更早之前的早上5点41飞的时候 神舟飞船是进行了第一次的调资 当时的高度飞行高度是在大概约380公里的轨道 第一次调资之后进行了轨返飞离 轨返飞离之后紧接着进行的是第二次调资 第二次调资结束之后 大约是在5点43飞的之后 时候进行了返回制动 返回制动的时间是在150秒 2分钟2到30秒时间这样的一个时长 150秒的返回制动之后 现在航天员正在等待的就是最后的返回阶段 在返回阶段还有一个重要的动作要做 那就是推返飞离 这其中涉及到几个专业的名词 轨返飞离 推返飞离 是因为神州飞船是由三个舱段组成 包括轨道舱 返回舱和推进计舱 在返回地面过程当中 只有返回舱返回到地面 轨道舱要抛离 推进舱也需要抛离 现在我们等待的是要进行的是 推返飞离的阶段 从现在现场电视画面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空中搜救直升机飞队吊舱拍摄的着陆场画面 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云层还是比较厚的 今天现场的预报天气是风速三到四级 多云天气 这对于着陆来说的话满足着陆的需求 但是并不是一个最佳的着陆天气 尤其是在风速包括高空风速对着陆都有较大的影响 相关的情况我们请到的是 评论员白孟辰先生来做点评分析 刚刚我们看到了 从今天早上的5点40分开始 进行了返回的一系列动作操作 如何去看这一系列的动作操作 为什么会需要这么多的步骤 实际上我们说从这个返回的过程 最简单的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速度的降低 那么从在太空中的这个每秒大概7.9公里 到最后我们说着陆之前大概每秒3米的这个速度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们说实际上最开始的轨道 420 380 然后最后一直到地面 那么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说它实际上要突破一系列的这种相关的区域 那么现在我们所采用的实际上 已经是快速的返回的技术 那么神州飞船不像过去 可能在天空中要转十多圈 现在大概五圈左右 那么我们在这个比如着陆场 刚才你讲着陆场天气啊 包括侧控各方面 到达要求之后 我们说进入到这个返回窗口 那么我们的神州飞船呢 就会开始进入到最后的这个返回的轨道之中 那么进行整个的动作啊 应该来讲之后我们也会看到 包括在这个进入到100公里高度的这个大气层区域 那么后来我们说之后也会有黑障区啊 包括我们说会看到这个减速伞的逐渐的这个抛出 那么这些过程呢 应该来说对于神州已经不是第一次 甚至我们说已经十多回了 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但是我们能看到每一次 我们在返回过程之中 实际上无论从地面搜救 从足路场还是从神州本身 其实都有不断的在改进 这也是我们的航天发展的一个必由之路 好的 我们现场也就是飞船的一个女生提示音 正在提示两分钟之后将进行鬼返飞离 可以看到整个的现场 无论是北京飞行控制中心还是神州飞船内 大家现在都是静静地等待着关键的一个动作 推返飞离 推返飞离的话是在返回的之前最后一个关键性的动作 之后我们说这个飞船就会进入到基本上是类似于弹道飞行的过程了 因为我们现在老会讲弹道飞行 就是实际上这个弹道式的返回 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返回舱自身 基本上不做太多的能够提供生力的动作 那么几乎是一个弹道状态 但实际上我们说真正意义上的太空上面的弹道返回 通常都是在出现Q上的时候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弹道返回 那个时候航天员可能会承受大概10级左右的这种重力加速度 但是现在我们说基本上还是半弹道 是的 我们刚刚还听到另外一个指令 也是在巡航飞的 也就是空中的搜救梯队 刚刚向北京报告 他们已经抵达到了预定的位置 确实刚这一次的返回过程当中 包括旋车飞船过去的返回过程当中 都会有四次的一个落点预报 在落点预报的大致方向位置 包括有空中搜救的飞队和地面的飞队 都会相对的靠近 而地面飞队的话 它是受到包括飞船返回过程当中 抛散热大底 以及其他的一些部件 包括无水井一些燃料的释放过程当中的影响 所以它不能靠得太近 它需要在20公里之外的位置 进行一个待面的状态 从现场现在这个画面 我们看到三室窗的画面 一个画面是空中搜救直升机的一个画面 刚刚还看到的另外一个现场指挥人员 是北京飞行控制中心的各号注意 推返分离 最新的指令 刚刚大家应该也听到了 是推返分离已经实现了 推返分离的时候 其实轨道的高度已经降到 大概在145公里的高度 刚刚白先生讲到一个返回的过程 一个是速度的降低 另外也是一个轨道的降低 速度的降低 从第一宇宙速度7.9公里每秒的速度 开始慢慢地降 降到最后地面的速度 接近2米每秒这样一个速度 而轨道的高度那就很明确了 就是从接近400公里的 中国空间站的运行轨道高度 要降到地面的高度 现在已经进到大致在145公里的高度 接下来关键的步骤还有什么 接下来实际上我们就说 这个已经接近凯门县 就是我们通常说大气层的高度了 那么在这个高度之上 我们说随着这种大气层 给这个返回舱所带来的 转位摩擦的足远的加强 我们说会进入到这个黑障区 就是因为这个空气电离的因素 那么这个整个的返回舱 会被电离空气所包围 那么这段时间我们说 这个返回舱跟地面之间的 整个的通讯会出现一个中断的情况 那么当然了我们说大概40公里 降到40公里以下的时候 我们说会逐渐地突破这个黑障区 然后大概在20公里左右 我们会开始进行这种抛散的动作 那么就是完成整个制动的最后的一部分 那么这些动作应该来讲 我们说在这个返回舱的姿态 调整得比较好 各号注意 主要还是客服 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二次落点预报 的一个过程 那么落点精度 那么落点精度 东京腰动动度 动五分 动动秒 东京腰动动度 动五分 动动秒 所以整个的过程中 应该对 四腰度 返回舱的 外保面 五四秒 北约四腰度 三拐分 五四秒 那么北京第二次 六点预报 一发出 他们虽然说是 应该说 头上上的这个动作 但是总的来讲 末点精度 发现目标 要动动度 动五分 动动秒 末点尾度为 北约四腰度 三拐分 五四秒 正确 猛事 开始双不完成 开始双不完成 落点预报 和第一次 在东京 京度上 是有一点点变化 第一次落点预报的时候 京度是在 100度04分 这次 调整到了 100度05分 这是一个 落点的变化 另外一个 刚刚其实 有一个 重要的指令 就是 开始 双不完成 黄河 发现目标 和 双不完成 黄河 双不完成 就是具体的搜救分队 在寻找 这个返回双的过程之中 除了通过这个测控 获得相关的 这个信息之外 可能还要借助 比如说这个光学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 红光发现目标 红光发现目标 那么这样 山海发现目标 山海发现目标 应该说这个相关的队众之前 已经进行过几次的核练 总的来讲 我们说在 这种返回和搜救的过程之中 我们的经验 包括整个的编组 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科学的 在整个世界上 应该也排到前几位的水平 就是包括从神舟12号到神舟14号 15号 尤其过去这两年时间 是中国空间站建设阶段 频繁地进行一个发射 包括现场的一个搜救 尤其是转移到东风着陆场之后 可以看到整个的装备 包括是一个常备状态 我们现在现场画面 发生了一些变化 为什么的 是因为进入到中国境内 刚刚我们谈到的 各项的一些监测设备 都可以使用到了 这个监测的画面 就会更加的全面 现在已经不是 直升机搜救飞队的 吊舱画面了 而是飞船的画面 这个阶段 应该是已经进入到黑帐 从目前的时间高度来算的话 是已经进入到黑帐区了 在这个黑帐区的话 主要依靠的是 外部的一些监测设备 对飞船进行监测 而飞船内部航天员 我们的通话 现在已经无法实现了 对 这黑帐的 主要的实际上 就是攻击电力所带来的影响 那么这个过程 开始 跟踪结束 是能够在未来的把握上的 黄河跟踪结束 黄河跟踪结束 现在实际上进行都在有测试 是的 我们刚刚的一系列指令当中 有两个比较关键的指令 一个是喀什的跟踪已经结束 黄河的跟踪其实也已经结束了 现在目前还是一个黑帐区的画面 通过一些地面的装备 拍摄的黑帐区 穿越黑帐区的画面 其实之前我们在采访当中 航天系统的专家已经证实 黑帐区的一些测控 包括通信的问题 是已经得到解决了 但是因为神舟飞船 它的一些技术 包括一些装备的设置 都已经固化了 所以新装备的使用 任何一个装备的变化 对它的影响都会比较大 所以还是比较谨慎的 更有可能是在新一代飞船上 将会使用 所以说大家对新一代飞船的 关注也是比较高的 一个是穿越黑帐区 通信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 重复使用的问题 现在应该来讲 包括我们说这个着陆区 那么之前我们主要考 四字王旗的这个区域 实际上应该现在跟东风比 大概面积是东风 差不多十分之一 那么现在我们说 采用这个东风着陆场 实际上也是经过 多次的验证之后的 这个一个准备 那么其实最开始 我们也看到四字王旗 应该是主场 这个对 这个东风实际上最开始 是这个副厂 但是现在呢 我们主要还是使用东风 这个厂 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 在实际的这种使用过程之中 所积累经验的一个结果 尤其还需要 明确的一点是 因为在中国空间站 载轨建设阶段 包括进入到应运发展阶段之后 空间站是长 中国空间站 长期是有人助手的状态 在这种助手状态的话 就需要一种 常备性的装备设置 尤其是在返回 尤其还要为应对的是 未来出现这种紧急状态下 该如何去应对 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所以我们现在画面当中 可以看到的是一个通过地面设备 光学设备拍摄的一个 神舟飞船的画面 可以看到穿越黑障区 穿越黑障区这个阶段的时候 航天员的状态会是怎么样的 它的感受会不会有较大变化 因为黑障区是因为外层的高危产生的内部的温度 能够保持到一个舒适的温度吗 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说从这个返回舱的这种内部的结构 包括外部的这种耐高温的材质 现在基本上是包括碳纤维 其他的一些这种新型材料的保证 那么我觉得航天员现在最大的这个难受地点 可能还是因为它的这个头上上 我们说这种反向的这个坐姿 所带来的这个影响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说内部的整个的这个维生状态 各方面其实应该都是相对比较完备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可能确实通讯会受到影响 但是航天员在返回舱里面 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我们也看到这个舱内的温控 现在实际上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是的 我们刚刚在白先生讲解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连串的非常重要的指令 包括双程已经发现目标 然后已经进入到返回程序最后阶段 下一阶段的最重要的环节 就是在穿越黑帐区之后 航天员与地面的通法 回头两号 我们现在已经听到 有航天员的声音了 那就冲出黑帐了 这已经是标志地冲出了黑帐区 对 然后现在就是用S波段开始测这个开散 主散开散点 那么基本上我们说三个层次的搜索 现在 好的 我们刚刚听到的非常清晰的声音 是在神舟15号的指令长 费俊龙向地面已经报告 目前的身体状况是比较好的 可以说这次穿越黑帐区的时间 并没有之前就是理论上的时间长 这个时间是比较短的 这是在包括技术各方面 都有一些更新之后 有一个新的发展 包括黑帐区我们看到 虽然是通信是中断的 但是画面没有中断 返回的主开关已经打通之后 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 在主散打开的一个高度 大概是在十公里的高度 雄鸣3号拖到两次站信号 报告完定 北京明白 安息跟踪结束 安息跟踪结束 现在已经开始可以凑多三点了 沙周跟踪结束 沙周跟踪结束 一系列的指令 从双城 青山等等 这些指令是越来越接近 东风着陆场了 现在我们电视画面当中看到的 依然是从地面的一些光学装备 光学设备所拍摄的画面 虽然说当地是已经转成天亮了 已经天亮了 所以给我们所在的北京 或者香港这个 纬度来比的话 有一些碗 但是从整体情况来看 天亮了 现在从地面的画面可以看到 好 十公里已经通 这就是要打开主伞的指令了 对 回收 回收着陆系统正式开始工作 那么伞三干打开 出主伞 然后引导伞 减速伞 主伞 那么分别去打开 这应该是主伞的话 是的 这个主伞的面积也是非常大 它相当于三个篮球场的面积 虽然我们在画面当中感受不到 但是展开了它的面积是非常巨大的 对 因为我们说很多国家 它是多个伞的伞组 咱们是单个伞 那么这个过程之中 实际上先是减速伞 把速度降到大概60到70米每秒的速度 从200米每秒降到60到70秒 然后主伞打开之后 就会从大概70米每秒的速度 降到可能5到6米每秒的一个速度 那么这个主伞实际上也是这种 我是北京 这个探线通报 转回舱第三次落点移报 那么实际上这个材质呢 它在这个比较大的面积上 大概1200米这个面积上 东京腰动动度动5分动4秒 弱点纬度北纬41度三拐分55秒 北纬41度三拐分55秒 北纬第三次落点移报已发出 雄鹰 雄鹰明白 北纬白 落点精度为中军 腰动动度动5分动4秒 落点纬度为北纬41度三拐分55秒 正确 蒙事 蒙事明白 我们刚刚听到了第三次的落点预报 跟第二次的落点预报基本是一致的 在精度上调整了两秒 在纬度上调整了一秒 这个差别并不是很大 所以说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 这个落点预报还是非常准确的 对 因为说我们到这一步呢 实际上整个的这个过程 现在就是速度相对降低 那么高度当然也相对降低 那么大概之后可能还有除了开伞之外 大概在5.5公里的这个高度上 还有抛大底的一个动作 那么这一步呢应该也还是比较重要 这个5.5公里到6公里的位置抛大底 6公里通 这也就是传达的是抛大底的一个指令信号 为什么会有一个大底 大底的主要作用实际上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过程之中有高温 那么这个高温其实主要还是依靠大底 来进行一个抵御 那么这个大底本身一方面隔热 它一方面表面的烧食 会最大限度地去把这些热量及时地消耗掉 那么这个部分实际上在最后着陆的过程之中 它抛掉大底 我们最后反推的发动机能够展开 那么发动机呢在这个离地高度相对比较低的时候 最后会保证这个 即将着陆于东风着陆场 一个相对低的速度抵达地面 抛防热大底 刚刚白先生讲到的 在返回过程当中 其实尤其是最关键的就是在黑障区 是依靠着防热大底的燃烧材料 把温度一定程度地吸收 最高温度是可以达到1500度的温度的高度 而在飞船内要保持的温度是在26度上下 在飞船进入黑障区 也进入大气层之前 会将飞船内的温度稍稍调低到234度的温度 进行一个预冷 然后在进入大气层之后 通过黑障区 尤其是高危烧灼的时候 温度稍稍提升到27、8度这样的一个高度 要保证的是航天员的一个舒适度 之前杨立伟返回之后就曾经形容过 就像在炼丹炉当中 对 随后在炼丹炉当中的那种感受 内部的感受的温度并不是很清晰 但是能够通过飞船的悬窗 看到外面的火焰是在灼烧的状态 因为你从100公里的高度开始 这个大气层基本上开始 就是整个的这个温度加高 我们说实际上黑障最后就是 这个温度足够高的时候 大气层出现这个电离的情况 才会产生这个黑障的部分 当然我们说这个宇航员 有时间去考虑这个温度的问题 其实是说明加速度 一般来讲 我们说实际上现在就是四 一般不到四个加速度的这个水平 所以其实温度呢 反而是大家感觉比较多 当然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之前 比如说联盟飞船的一些情况之内 可能航天员没有时间考虑温度 更多的还是要调动整个身体 去应对加速度的冲击 加速度过载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如果是达到返回的话 它的加速度和过载冲击会达到 7到8甚至到90这样的水平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这一次为什么大家会常常谈到 弹道返回 前弹道后弹道再入式弹道 这个需要找一个时间去详细的 长篇幅的进行说明 因为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 目前中国航天员返回 基本的它的过载是在四个季 对 3.3 这应该是开了阻伞了 是的 我们现在电视画面看到的 已经是在地面的光学信号当中 能够看到了完整的 返回主伞的一个状态 在返回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有一些白烟飘出来 这就是在抛多余的燃料 因为在返回制动 以及调刺过程当中 都会需要一些制动 北京明白 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 这一段即将降落过程当中 各项的指令会非常的频密 不像等待进入黑障区的时候 各方是屏住呼吸 等待着一个艰难的挑战 而进入到目前的状态 可以看到无论是神舟15号的航天员之间的相互交流 还是地面各个指挥系统之间的交流 频度会增多 然后轻松度明显感受到轻松很多 对 因为主伞抛出的这一时刻 实际上大家基本上就是 这个信息可以放回顾子里 我们这个主伞实际上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应该是全世界面积最大的降落伞之一 1900多块 差不多2000块的伞一拼成的 这么一个大面积的伞 这个其实应该来说 大家可能觉得看起来并不是那么高的科技 但是实际上它真正意义上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 它叠起来的话体积非常小 只有20升 对 只有20升非常小的一个背包的 对 就是大背包的状态 可以塞到冰箱里 而且重量很轻 对 它是一个大背包的状态 这个材质从它的拉线到主伞的伞面 都是一些特殊的材质 非常的轻薄 我们触摸过一次 就如产银一样特别的薄 但是它能承受的重量是非常大的 对 它96分的那个镜像的那个熊 其实也是一个 这个相对来讲 纺织工程的一个极限的产品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熊鹰报告 熊鹰是谁呢 熊鹰就是 好的 我们刚刚听到两个关键的指令 给大家解释一下 第一个是熊鹰 熊鹰是谁 熊鹰就是空中搜救梯队 是已经目视到了降落伞降落 所以说如果返回舱 回收六地的话 自然就是一个目视降落的目标实现了 对相对来讲很准确 对另外一个关键的指令 刚刚发出的是地面的猛视已经出发 从带面点已经出发 那车辆分队应该是出发 飞机明白 因为其实对于空中的直升机分队来讲 通常我们说七架飞机 这个指挥搜救 然后通讯 包括这个一间一保 然后还有就是三架医疗机 医疗救急 对 五架直升机是一个常备的状态 它主要首要的目标就是发现飞船 这是它首要目标 包括我们看到在神舟14号返回的时候 是在夜间返回 首先是由空中飞队抵达 因为地面的飞队 尤其是在夜间 在戈壁滩上穿梭的话 难度是比较大的 对 空中分队相对来讲 它的观察也方便一些 通过这个 就是跟这个返回舱上面的一些 相关的这个灯具的 这种互动的话 大概三到五公里以上 就能很容易发现 今天可以说是 可见度并不是很高 我们现在这个画面 可以看到的是非常清晰的 通过九泉发射中心的 西区落点景象的一个 遥测的信号 光学的信号 可以看到是非常清晰的 返回舱 神舟15号 在主伞的托举之下 是缓缓的降落 这个飘移的幅度 还是比较大的 对 可能这个禁地的风速 还是相对来讲比较高 这次就看看这个 是不是要及时切伞了 这个及时切伞的 需求就比较大 因为风速比较大的话 如果不能够保证 及时的切伞的话 就容易导致飞船 被伞拖着 在河壁上会出现一些翻轨 这样的话 对航天员的影响会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今天可以看到 风速应该是比较大的 它的摆动是比较大的一种状态 切伞与否 还是要根据航天员和中心的判断 但是因为我们说 其实离地大概一公里的高度 那么因为戈壁滩的地形的影响 实际上很多的通讯 各方面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更多的还是要看航天员自身 来根据周边环境 来进行一个临机的判断了 包括在神舟14号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 因为那天晚上 它的风并不是很大 倒是没有 所以说最后航天员并没有主动切伞 而是地面的操作人员抵达之后 才通过外部的外力去切伞 而航天员在内部通过指令去切伞的话 会速度非常快 是下达指令就可以实践切伞 而通过外部的外力切伞的话 耗时就会久一些了 神舟14号是一个比较严酷的环境下 低温深夜 零下15 接近零下20度 在零下15度到零下20度的低微环境下返回 而这一次的话是在清晨返回 刚刚的一部分画面可以看到 日出也是非常漂亮的 尤其是在戈壁滩上看日出 是另外一种享受 对 当然戈壁滩的这个 就是我们说不平整的地形 实际上对返回本身 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上的挑战 所以这个也就需要我们 在整个的返回之前 进行大量的核链 这应该是 这是九旋卫星发射中心的 塔机上面 建筑物上面的一些装备 拍摄的返回画面 两个视窗不同的画面 一个是从远的角度 九旋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筑物 固定机位拍摄的画面 另外一个是在地面 仰视角拍摄的画面 可以看到风速还是比较大的 今天的可 刚刚直升机飞队也报告了 各项通讯指标是正常的 信号是稳定的 尤其今天的可见度 在戈壁滩上并不算高 不算高 在戈壁滩上的话 它的可见度 能见度是非常高的 感觉今天的风速 还真的是比较大 青山跟踪结束 回收一号 跟踪结束 我们注意看 返回舱 回收两号 这个距离地面的 这已经看到直升机了 非常近的 北京一般 这不仅仅是可以看到直升机的 而是直升机在全程 监看着神舟飞船的落地 下一步就该 大概离地一米 四台反推发动机 从现场的画面来看的话 反推发动机 各好注意 我是北京 下面通报 返回舱 第四次落点预报 有一段烟雾是比较大的 东京腰动动度 动四分 三九秒 东京腰动动度 动四分 三九秒 落点尾度 北尾 四腰度 三拐分 五九秒 北尾 四腰度 三拐分 五九秒 北京 第四次落点预报 已发出 雄鹰 雄鹰明白 落点进度为 中筋 腰动动度 动四分 三九秒 落点尾度为 四腰度 三拐分 五九秒 报告完毕 我一说两号 跟路结束 正确 盟示 盟示明白 各号注意 返回舱着陆 可以清晰地看到 返回舱是已经着陆了四台 发动机制动 返回舱着陆 报告完毕 北京明白 可以看到 返回舱是一个水平的状态 并不是直立状态 我们看到一闪一闪的信标 是发出了信号了 现在应该是 这个状态相对来讲 这个航空人出舱会容易很多 北京雄鹰报告 雄鹰已报答着陆 正乱上空 目次返回舱 曾倾倒状态 阻担已脱落 报告完毕 北京明白 切散了 是的 刚刚的空中搜救直撑机飞队 已经报告了 是目视 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 后续由东风按计划组织 搜救回收工作 东风明白 更好注意 我是东风 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 请雄鹰猛士 按计划组织搜救行动 雄鹰 雄鹰明白 猛士 猛士明白 是的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是在飞船落地之后 立即直撑机飞队已经抵达到现场 现在目前至少有两架直撑机 是已经降落状态了 这次的处置速度就会很快 目视的状态 我们看到 直撑机上的工作人员 是已经非常靠近飞船了 靠近飞船之后 其实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第一个要做的工作 是检查无水井 对吧 应该首先是 这个伽马高度计的遮蔽 应该就是 现在就是所谓的红白蓝 这个不同颜色服装的人员 那么各自去操作相关的部分 首先是对它的 这个伽马放射的情况 进行一个验证 然后医间医保人员 会检查航天员的相关的状态 是的 首先我们看到 抵达的工作人员 首先要对现场进行一个 检测 要确保的是一个 返回舱的安全的问题 第一个 包括伽马射线 以及燃料 燃料的检测 无水井 在返回的过程当中 无水井没有使用完 我们刚刚也讲到 会有一个抛燃料的过程 抛燃料之后 需要检测 无水井是否完全 抛干净 因为无水井 它本身是一个有毒物质 对 剧毒 而且相对来讲 比较麻烦一些 现在应该对红色的 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 橘色的 它是地面搜救队的人员 的服装是比较清晰的 另外一个蓝色的 应该是 返回它处置 环天员系统的工作人员 包括一间医保的工作人员 正向落点搜索行进 蒙世一号距离预告落点 15公里划告完毕 都不明白 好的 刚刚蒙世 也就是地面搜救的 应该要理到 距离落点的位置是15公里 与上一次神舟14 相比较的时候 距离要近了5公里多 上次神舟14落点抵达之后 落地之后 蒙世的位置 大概是在20公里多一点 尤其加上当时 现在夜间行进难度会比较大 耗时比较大 公斤 邀动动度 动3分 53秒 公斤 邀动动度 动3分 53秒 北尾 41度 38分 动3秒 北尾 41度 38分 动3秒 报告完毕 东方明吧 现场测量的落点的经纬度 也已经出来 蒙世 今天的话 地面搜救飞队的话 它因为是白天行车 速度会快很多 15公里的话 用时会比上一次会快很多 神舟14号的是因为夜间返回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地面的搜救飞队 抵达的时间是比较晚 大部分是由空中的飞队进行了前期的处置工作 现在航天员实际上应该已经感受到地面的重力的影响了 这个之后我们说要逐渐的这个出舱的过程 是一个再适应的过程 尤其是落地之后的第一时间的再适应也是非常关键的 尤其它的体位啊 位置的一个舒适度啊 对它的再适应也是比较大的影响 包括我们说你的这个医间医保 包括这个航天医疗人员实际上要给它补充饮水 包括补充这个营养液的一个过程啊 这个实际上也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对 现在主要可能倒坐本身 其实我觉得对航天员来讲也是一个 就是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要相对痛苦的一个状态啊 尤其是现在很无法判断 航天员倒坐的状态是挂的还是躺着的状态 如果是超挂的状态的话 这个难度是更大的 尤其航天员确实是比较辛苦的 昨天晚上的9点29分撤离了空间站 在撤离之前是最后一次在空间站 吃了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晚的晚餐 对 然后在返回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五圈这个时间号是比较长的 空中分队已全部到达着陆现场 返回舱 而且他们应该也刚刚经受过 再度进行环境检测及落点测量 报告完毕 北京明白 环境检测 是 现在刚刚报告的是 现场的直升机测救已经全部是到位了 队员是已经全部到位 开始进行前期的处置 舱外无水警测度检测为您 现在开舱门 报告完毕 多不明白 雄鹰已经报告 您最近检测 也就是推进剂 有毒的推进剂检测是没有检测到的 为零 准备开舱门 舱门已打开 报告完毕 其实第一批前期处置的工作人员也是比较 舱门已经打开 这次打开是非常快的 虽然说舱门打开的要求是比较多 包括环境的检测与内部的通话等等 要进行确认之后再打开 但是这次打开的速度是非常快 包括从神十二到神十四 整个的返回过程 舱门的打开速度可以算得上是比较快的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白色衣服的人员 现在实际上就是围在这个返回舱舱门附近 白色服装的就是一间一保的工作人员 报告完毕 东风明白 北京东风报告 我们看国旗已经插上了 其实通过国旗的飘扬 可以看到现场的丰富度是比较大的 舱门外 生化环境 检测正常 报告完毕 北京明白 据说这个一间一保有一个要求 就是不能够做这个大动作的拥抱 这个防止出现我们说这种固折之类的情况 小明音报告 其实进去之后也是非常小心谨慎的 对 尤其是 一间一保人员已经进舱 报告完毕 东风明白 一间一保人员已经进舱 刚刚我们讲到一间一保人员进舱之后 其实它的动作要求还是比较多的 第一个是小心谨慎 不能去过大的触碰航天员 第二个是对航天员的一个初步的检查 尤其是进入到再适应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 刚刚的信号还是不稳定 因为地面需要建立一个回路 将信号传回 正在进行舱内气体和微生物采样 报告完毕 都不明白 舱内主要检测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气体 另外一个是微生物 这个考量的话 主要是建立一个全链条 包括发射之前的一个检测数据 到返回之后的检测数据 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检测 因为太空中这些 包括微生物的生存的情况 跟地面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更多的 还是要给航天员一个适应的过程 现场正在架座电斜KU站 报告完毕 东复明白 我们通过现场画面可以看到 地面的搜救车辆是已经抵达到了落点附近 落点附近抵达之后 刚刚我们要继续一间医保人员进入到返回舱之后 还要给航天员进行一些补给 对 补给补水 补营养液 都不明吧 因为现在实际上航天员的力位耐力 基本上几乎是不存在 要搀扶才能够站立的状态 那这个标准的话 需要看航天员在空间站运动和训练的强度有多强 因为现在我们说实际上感觉到 载轨的航天员的 包括我们说这种身体的锻炼的 这种相对的途径设备 实际上更完备 因此应该来说 现在的这几个航天员的状态 应该还会比之前的要好很多 尤其现在空间比较大 包括是一间一保的人员经验也非常丰富 安排的训练的日程也会更加详细 包括这次返回的话 是提前一个月已经开始进行相应的准备 包括是力量呀 身体的一些准备 还有心脑血管的一些检测和准备 都在做相应的准备工作 刚刚那个画面确实是非常的漂亮 对 这应该是即将出舱了 现在实际上也是在给长期载轨 去这个奠定一些相关的基础 目前在轨的时间已经达到了半年六个月 未来是要拓展更长的时间吗 应该来讲 现在我们说从这个短期的轮换 现在到长期载轨之后 包括整个的这个太空中维生的系统的 这个完备程度 我觉得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空间站来讲 相信宇航员在上面的时间 应该来讲会更长一些 我们看到刚刚猛市的搜索车 是已经抵达了速度是非常的快 从落地到现在是非常快速的 十多分钟已经抵达 其实现场目前的环境 还不具备一个出操的条件 对 应该还没有完全的 落点测量完毕 还是现在还要包括风 这些画面的区域 中筋腰动动度 动三分五两秒 中筋腰动动度 动三分五两秒 北纬四腰度 动八分 动八秒 北纬四腰度 动八分 动八秒 报告完毕 中筋铭吧 中筋铭吧 中筋铭报告 这是已经完成测量之后的 准确的落点位置 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 电阶段下货 中筋完毕 帮助航空员进行 战力适应了吗 中筋铭吧 目前战力适应的难度 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包括三名航天员 返回舱的空间 还是比较小的 所以它要一个 再适应的一个过程的话 还需要一些辅助的动作 尤其是站立再适应的话 还需要较长的一个距离 它先是肢体适应 然后最后是 逐步站立适应 然后就是补水补液 刚刚我们讲到的是 具备出舱环境 一个是一间衣保车辆抵达 另外一种方式是 一间衣保的帐篷 我是北京 神州15号请讲 我们一安全走路 我们三个人感觉都很好 状态很好 身体很好 谢谢 我是动仰 动仰感觉良好 完毕 我是动仰 感觉良好 完毕 北京明白 祝贺神州15号顺利返航 你们辛苦了 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这个时候确实值得为元梦成祖送上热烈的掌声 元梦成祖 东风请讲 两名航天员的年龄都超过57岁 应该来讲 而且他们在整个神州系列里面 其实也是因为承上起下的一个任务 他的任务也是比较重的 载鬼时间186天 也是目前为止的乘组当中 载鬼时间最长的 上一次是在183天 182天多不到183天 出仓的次数好像也是 出仓的次数这次是达到4次 出仓总是长达到27小时27分钟 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长的 这都是在中国空间站 无论是载鬼建设 还是马上要投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 神州16号任务当中 任务时间长度 出仓次数强度最高的一次 并且元梦成祖 他的年龄不占优势 但是我觉得其实经验 这个配比跟现在的配比 我们说还是有区别 应该说本身也是考虑到了 就是他这个程度可能会面对一些 复杂的环境和挑战 所以采取了这么一个 通常我们说都是老带心 但这个程度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这个资深可靠的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程度 包括指令长奋俊龙 是第二次进入太空 两名航天员 邓清明和张露是第一次进入太空 但是这两人都是经过 长时间的打磨和磨练 尤其邓清明 作为航天迷来说的话 已经关注了无数次的邓清明 现在这个画面的话 确实是非常的漂亮 漂亮 对 尤其是在朝阳出生的状态下 画面是非常漂亮 可以看到是一间医保人员 风速好像有点下降 还好 但是确实你看这个隔离的 隔离带的这个抖动啊 这封锁还是很大的 风速还是比较大的 东风 雄鹰报告 现在目前还是一间一保 不用听讲 警戒区已建立 报告完毕 敦布你们吧 通过沙尘的量 就可以看出来 风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这个季节 其实在西北地区的话 就是风多沙多的时候 但是总的来讲 就像刚才我们说 跟十四相比 这一次的这个状态 包括季节 还是要舒服很多了 季节 时间 温度 都舒适的非常多 舒适度很高 我们尤其是神舟十四的时候 返回之后 航天员无法长期在户外驻流 不说长期 稍微长一点时间 三五分钟 都是非常困难的一种状态 所以急出急走 这次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 一间一保的车辆 抵达的一个画面 相信速度是非常快的 因为地面的搜救 对我们猛事是已经抵达了 舱内气体采样完毕 报告完毕 都不明白 舱内主要检查两个部分 一个是气体 一个是微生物 刚刚报告的是 气体采样已经完毕了 接下来就是需要报告的是 微生物采样的一个情况 这些都是有 一间医保人员 在进行相关的工作 尤其刚才三名航天员 是已经与北京飞行控制中心通话 包括从话音 以及他们的表述来说的话 底气很足 底气非常的足 状态是非常的好 这次的操作的话 也是非常的流畅 可以看到落地的过程当中 包括切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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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舱内的两个关键处置动作 都已经完成 一个是空气的采样 一个是微生物的采样完成 接下来就要看航天员的状态和出舱了 对 现在应该来讲 刚才这个黑色衣服的 这个返回舱出的人员做的动作 应该来讲 这个底部的遮蔽各方面 应该也完成了 从神舟12 13 14 我们看它的出舱 从落地到出舱的时间 这也在压缩 这要和它的状态有关系 从神舟12的快速出舱 20多分钟 到神舟13 14 40多分钟 50多分钟 40 50分钟 对 这个出舱时间 是有跨度比较大的 但是总的来讲 我们说看到现场的 包括装备 一件医保人员的装备这些 其实我们现在在 更多的在做 快速出舱的一些准备 包括设备 训练人员 实际上现在应该来讲 整个团队的规模跟配比 我觉得现在都要更科学一些 尤其是这一次的落点 不仅仅是落点和神舟12比较近 它的落的方位 落的姿态 给神舟12也是比较相似的 所以出舱的时间 可能会比较快一些 神舟13是因为它是一个直立 报告完毕 所以后来我们说有这个轻质的 像脚架一样的结构出现 我们说每一次的这种返回 其实对 包括我们看到返回舱表面的这种烧石 其实都是一个逐渐优化的过程 但是就像刚才你说 这个神舟飞船的设计 其实基本上已经是固定了 那么但是下一代的载人飞船 包括跟下一代载人飞船配合的火箭 实际上现在都是我们已经在做 甚至很多的技术准备 其实都已经基本完备的一个状态 最关键因为载人航天 它需要的措施还是比较多的 包括它的荣誉的安排 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新一代载人飞船 它的使用的话 包括它还要考量的是载人登月的部分 对 而且我们说包括多次使用 这些相关的技术的发展 实际上应该来说 我觉得在神舟系列 现在我们所积累的很多经验 都会用在新的飞船的研发和发展的过程之中 神舟飞船目前的技术 包括参数各方面都是一种固化的状态 它是用这种固定的状态来确保的是一个安全第一 原来我们说是所谓十年前的技术 当然这个我们说从载人航天的角度来讲 这个技术的稳定成熟可靠 可能要比这个技术的先进 反而让大家更放心一些 尤其是返回舱 如果是和空间站进行交汇对接的话 其实返回舱的作用并不是很大 返回舱主要是在早期 包括神舟5号神舟6号到神舟7号的过程当中 没有一个目标飞行器进行对接 航天员没有一个活动空间 所以就需要一个返回舱给它一个活动的空间 但是现在实际上我们说的 这个从国际空间站的一些经验 返回舱有的时候 可能还是要有一个真正的冗余在里面的 无论是内部空间还是各方面 这个难免会有一外出现 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讲 可能中国的载人航天 现在其实最大的就是所谓的载人航天也无小事 对吧 这个稳定安全 包括每一次的成功 实际上都是在增加大家的信心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实际上从国际空间站的很多经验 像这次后弹道返回的一些经验 不得不说联盟飞船 应该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尤其是深刻的教训是需要完全的汲取 对 尤其后弹道返回 包括对航天员的水伤 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现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地面的搜救队伍是 也靠近的飞船的出口 这就需要做的是一个处置航天员出舱的过程当中 是有地面的人员进行一些协助和处理 一间医保人员是进行一个判断和检测 对 检查 检查 而出舱真正执行的人员 主要还是地面的搜救队伍来执行 所以说我们看到地面的执行队伍靠近的时候 一定程度就可以说是出舱的准备工作是基北就绪了 对 现在应该是整个的这个健康状态的评价 应该是已经完成了 刚刚我们讲到国际空间站给我们的一些教训 尤其是包括弹道返回的问题 对 08年跟18年的两次的弹道返回 实际上就是让各国吧 都对这个前弹道和后弹道的这种 就是要做这种准备啊 因为我们说这两种状态 其实对于航天员来讲 对于整个的这个返回舱来讲 对于地面的这个救援搜救的来讲 都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它的冲击点主要在什么地方 实际上我们说在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返回舱 其实在最后的这个反推发动机点火的这一下也可以到可能10个加速度左右 但是你要是如果说完全的弹道返回的话 那个长期的就是7 8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就是9到10 就那个时候我们说最简单的人的呼吸 我看到这种航天员的时候 就是人的呼吸不是用肺 甚至不是用中隔 是用胃在呼吸 包括有些这个我看美国航天员讲到 是感觉着脸皮都要从脸上面撕下来的一个状态 所以应该来说压力还是蛮大的 尤其包括对一些航天员造成水伤之后 不能够再次执行任务 有韩国的也有美国的航天员 是受到这样的一些冲击之后 没有办法再次执行任务 但是反正08年和18年这两次 我觉得对于航天员来讲 能够幸存下来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了 所以这个其实总的来说 对于整个的这个返回来讲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 这种状态很挑战 应该来说相对来说我们还是有信心的 不明白 我们看到舱外的座椅是已经准备好了 而刚刚的最新的现场报告的是 一间一保人员正在协助航天员离开座椅 其实那不是一个座椅 而是一个座牌 对 而且它的这个整个这个状态 我觉得 就是因为我们说它主要的任务 还是要承受这种巨大的冲击 那个就是尽量的让冲击不要对航天员造成这个过度的影响 所以有的时候舒适度我觉得相对来讲 就不是最重要的考虑 安全跟这个保障 我觉得才是一个最主要的这种考虑 其实座椅在从神舟五号到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有不断的升级 包括它的缓冲的性能啊 都有一定的升级 刚刚讲到在落地反推发动机可能制动会超过四个到五个 因为我们一般是三到三点三到四之间吧 这个状态就是相对来说还是能够承受经过大量的训练 但是呢就是在最后的反推发动机的动作 东腰航天员出舱 报告完毕 对不明白 是的 我们看到东腰航天员奋俊隆 是已经准备出舱了 这次出舱的时间还是比较快的 到六点五十九分 已经有第一名航天员准备出舱 距离落地时间 我们看到指令长 分进龙是已经出舱 距离落地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分钟 动摇航天员已出舱 报告完毕 不不明白 我们看到这次虽然温度相较于神舟14号比较高 有十几度的温度 不像上一次是零下十几度 这个温差比较大 但是这一次仍然是准备了一个保暖毯 对 因为我们说在这种极高的风速之下 体感的温度 包括室温的问题 其实还是很严重的 虽然舱内压力服务 它的保密性是比较好的 但是风速还是比较大 风力还是比较强的 我们听一下航天员返回 这就是个有什么想法 向全国人民表达的 首先要向祖国人民报告 我们三朝十五号飞行趁着 完成了在跪所有的工作和任务 现在顺利回到了祖国 我们感觉良好 现场的信号回路并不是非常的稳定 我们刚刚听到飞进龙是讲到了 回家了 回家了 首先是要向祖国人民报告 载轨所有任务完成 顺利回到祖国 感觉良好 这是飞进龙第二次执行飞行任务 他上一次执行任务距离 这一次已经过去了17年 这个时间跨度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大家现在由于中国空间站需要的是长期人员驻守状态 正在抬送动摇航天员自一间一救车报告完毕 东风明白 我们看到这次依然采用的是一个出舱移位就转移到一间一救车辆移位的这种方式是给航天员更好的一个重力再适应的环境 因为一间一救车辆内的各项设施是非常完备的 对 因为你包括之后的像这个航天服的这个脱下啊 卫生清洁啊 更换内衣啊 那么这些包括我们的体检采集样本 那么其实是整个的这个航天员健康评估的一个完整的这个序列 尤其是载轨驻流长达半年时间的话 对它的各项体能包括身体机能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和变化 虽然说航天员的身体素质比较好训练也比较多 在空间站也是训练设施比较多 但是这个变化是无可避免的 对 因为我们说包括肌肉的萎缩 包括这个骨质疏松这些 实际上基本上是没办法避免的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航天员之后要有这个隔离期 包括恢复的这些 恢复休养 对 需要大概半年的时间 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重要的 尤其是这样一个长时间驻流 也要研究的是未来更长时间的驻流的时候 该如何去进行相应的程序设置 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刚刚的现场指令已经明确 栋两航天员邓清明即将出舱 邓清明这次是第一次执行飞行任务 就是186天 是执行了一个中国航天员单次时长最长的任务 而且我们说其实刚才看到这个一间一宝的车辆 我记得好像是什么12当时还是直升机 就从内部空间呀设备上 其实我们也看到到这个 现在整个的状态 包括完备程度确实是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我们现在看到栋两航天员 已经是相对比较大的年龄 去一下游乐场玩个过山车 都要做点准备 应该我们说第一批第二批的这个16名航天员 现在其实全都执行过任务 欢迎回家 我们未来的 25年的坚持与努力 此时时刻返回地球 有什么信息想表达的 我回到地球的怀抱 回到祖国的怀抱 看到这么多亲人 我非常非常地高兴 非常非常幸福 此时刻我想 感谢全国人民对我们城主的关注 支持和鼓励 也感谢航天一线的 所有工作人员的180多天的日夜陪伴 此时刻我非常想见家 想见家乡 25年的飞天经历 让我更加坚信 梦想的力量 更加相信坚持的力量 我还是这样一句话 无论年龄多大 能够被祖国需要 就是最幸福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回到地球 见到亲人是非常地高兴 感谢全国人民的关注 也感谢科技人员180多天的陪伴 非常想念家 非常想念家乡 同时他还想讲到一句 要相信梦想的力量 相信坚持的力量 当然我觉得他最后说的这个 不论年纪多大 被祖国所需要的这句话 其实体现了我们说航天人的这种 就是很大程度上 他的力量来源 确实对邓清明来说的话 25年 25年 长期的是一个备费 并不是说他与距离很远 目标很远 而是离目标非常的近 都是尽在实耻 而错失交臂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之中 他每一次的备份 其实都是在 像他讲的 这个国家需要他 那么根据任务的需要 来去进行安排 那么这种无怨无悔的坚持 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值得所有人去学习的 根据明白 确实现在进入到中国空间站的一个长期有人助手的阶段 大家比较讨论的一个问题是 执行过任务的航天员 如何再次执行任务 这样的一个标准流程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对 那么我觉得其实从航天员角度来讲 那么 那么现在可能我们说在航天员的队伍 我们的整个这个老中青的配比还是比较科学的 那么现在为什么大家可能更多的开始去关注到 比如说这个飞行的工程师 包括我们说载荷专家的这些部分的挑选 包括未来梯队的建设 这个可能对于长期载轨 包括我们说实验的这些相关的任务来讲 他们跟这个航天员 跟我们说这些驾驶员 它的重要性其实是一样的 甚至在某些层面上 尤其是实验这些领域上 那么可能载荷专家要更重要一些 所以怎么样去训练 怎么样去挑选 这个其实我们说也在逐渐的去摸索 这里面您讲到三个专业的名词 一个是驾驶员 飞行工程师 另外一个是载荷专家 我们先听一下 现场的声音 应该是洞三号航天员张璐 他是第二批的航天员 已经准备好了出舱 我们先看一下现场 确实现场你看到这个云层还是比较低 并且云的密度还是比较大 甚至有的时候 有的角度看的话 准备出他报告完毕 根据今天早上的一些天气预报情况 其实在转移的过程当中 是可能出现降雨的 所以在飞行搜救大队 也就是直升机搜救队伍 也做了相应的预案 如何去绕行 这是今天比较大的 现场处置当中的一个变数 是天气的变数 因为如果尤其是在西北地区出现比较大的降雨的话 对地面的影响 对可适度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包括戈壁所遭遇降雨之后的这种 包括地面的承担能力的变化都会比较大 而且因为航天员出舱之后 实际上返回舱出自这些人员 他还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 所以这一段时间 这会不会出现降雨的问题 这个都是要考虑的 我们现在看到 洞三号航天员张璐已经出舱 张璐是中国选拔的第二批航天员 我是北京 东风请讲 三名航天员已出舱 正在组织航天员一间一保工作 报告完毕 北京明白 他也是一个长时间等待之后 张璐执行了这次任务 他也是第二批航天员当中 最后一个执行飞行任务的长期积累 三名航天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写书法 写书法的人一般忍耐性都会比较强 对 因为之前我看到他们说这个写书法 你好张璐 我是总裁央视的记者 首次飞行就长达半年 此时此刻回到祖国的环境 有什么心情想表达的 后续有什么计划 我想说能够回到地球目的阳光下 真的挺好的 我们 深处是五号任务已经结束了 然后平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我现在心情十分的激动 我在空间站的时候 也经常会在悬窗 透过悬窗眺望 想寻找我的祖国 寻找我的家乡 也寻找内望洞庭湖 虽然说厚厚的云层总是遮挡我的视线 让我看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祖国一直在我心中 家乡也一直在我心中 现在任务结束之后 我们会尽快的调整好身体 投入训练 随时准备再次出正太空 不复这个伟大的时代 不复党和人民的重托 最后还有一句话 想要与大家一起分享 这是我在神中十五号任务之后 经历四次出仓的一段感悟 也有新城大海 胸怀是胆中心 好 谢谢 谢谢 张璐的状态非常好 张璐刚才提到了这个重新恢复训练 这个其实也是医学疗养 跟这个恢复疗养期之后 大概可能半年时间之后 如果这个状态允许的话 确实可能航天员就可以开展 正常的日常训练了 其实这次在神州十六任务的时候 记者会上我们也问了 在人办的相关的负责人 航天员如果要再次进入到乘组 需要经过怎么的程序 其实这个程序的话很简单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 六个月的恢复之后 进入到正常的工作训练 他可以去参与到 下一类成组的评审过程中 如果评审能够通过 他就可以经过一到一年半的训练 就能够执行任务了 而刚刚张璐也讲到了 他希望能够尽快地进行训练 恢复到正常的训练 也希望能够再次执行任务 他任务之后他有个感受 尤其是这一次是四次出舱 出舱的量是比较大 时长也是比较长的 27个小时多 所以他有了一句 沿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中心 各号注意 我是北京 就是这一次我们讲神州15号 它这个出舱的频度 包括返回舱现场的实质工作 有可能我觉得在短时间内 是比较难以突破的 对对对很难突破了 尤其是比较有诗意 三位航天员都喜欢书法 都喜欢写一些有诗意的文具 尤其张璐还是一位歌手 自己还写歌 这是非常有才艺的一位航天员 现在我们看到三名航天员 是已经全部出舱 登上了一间一救车辆 接下来要进行的 在一间一救车辆上面 进行一些状态的恢复 重力的再适应 包括身体检测 刚刚我们看到航天员出舱的时候 穿着的都是舱内压力服 在一间一救车辆上 要换成立面的一些服装 舒适的服装 要方便航天员 进行再适应的一个环境 也会为航天员已经准备好了 丰盛的早餐 丰盛的早餐的话 大家会有一个疑问 航天员会吃什么 这因为现在的整个的流程准备 是非常程序化的 航天员可以提出个性化的需求 有个性化的准备 当然考虑到 我们说其实在重力环境里面 你的心脑血管 各方面其实都要做适应 所以好像之前我看 也是有一系列的 类似于菜单 这么认为 哪些比较适合 在作为返回地球的第一餐 那么现在实际上应该来说 返回舱处置人员 实际上确实还有一些任务要做 包括关闭电源 包括我们说 把这个赶马的这个辐射员进行专门的处理 是 接下来要处置的工作 其实是非常多 虽然我们到目前关注到的三名航天员 重点关注的航天员已经进入到一间一救车辆了 但是在一间一救车辆当中要处理的 包括航天员的身体检查 会有一系列的检查要进行 他们的身体状态 包括他们的血压 血氧各方面的 以及血液的检测都要进行 而在现场处置的工作量更大 因为返回舱当中不仅仅有三名航天员 还包括了一些有效的载荷 那么在车上他可以进行简单的洗漱 还有换衣服 那么医生也可以在车里对航天员 进行更加细致的检查和健康评估 当然他也会在车上 三名航天员可以吃上返回地球后的第一顿饭 那么按照惯例 一般会准备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 同时也会有一些生物细胞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试验之后 这一次就带着返回 对 车辆上面是专门有一个车 就是载荷的这个搭载车辆 这个是跟我们说其他车辆是不同的 有一个专门的任务车辆在其中 这是一道当地的有名的菜肴 那么动辆航天员 直升机是要起飞了 他喜欢吃的是辅州米粉 当然他也还点了一份猪肉大葱的饺子 动辆航天员指定长 是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当中 就是戈壁滩当中常见的一个画面 戈壁滩的吉吉林的画面 而确实刚刚我们也掌握到 三门航天员的一些 比较个性化的需求早餐 米粉比较多 南方人比较多的话 女匪要的比较多 我看还有一个点饺子的 对 因为我觉得刚才其实美月航天员都讲到 返回地球返回家乡 那么这个家乡的美食 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代表了 对家乡的这种感情 这个感情也是确实比较深刻的 我们可以看到三名航天员都谈到了家乡 并且在感言当中都说 要感谢家乡感谢人民 并且点餐也非常有家乡的特色 这就可以看到家乡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有多大 三名航天员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一间一油车辆 这个处置的时间的话会比较长 大概要数个小时 但是今天在东风着陆场 现场的气象条件并不是很理想 尤其是有降雨的预报 所以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在是加快速度 希望能够尽快地完成现场的处置之后 尽快地运送三名航天员返回到北京 今天稍晚的时候 三名航天员将会搭乘专机返回北京 进行六个月的疗养 进入返回到北京进行六个月的疗养 也飞成几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进行一个重理的再适应阶段 这个适应的时间大概需要在一周左右 一到两周的时间之后 还有一个比较长的医疗检测体检 到之后的疗养过程 大概总的时常会在六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个时间并不是一个固定的 六个月必须完成 或者是超过六个月就不能完成 或者是不能提前完成 而是需要经过全程的一个评估 确认到航天员的身体状态 恢复到能够参加 欢迎我们神石武的三名航天员 平安顺利地回家 也祝贺神石武载人飞行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也必须完成